RG版本 托爾吉斯3的完成開箱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各部位完成的一些細節的特寫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托爾吉斯3呢 的一些分色呢做得非常的好 那上了墨線跟上完貼紙之後呢 當然會使 機體的完成度呢跟帥氣度呢增加非常非常多 好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就是賴桑已經完成的樣子啦 那首先一樣呢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賴桑的實際呢把玩的一些成果 好 那首先呢當然呢該斷的地方都斷了像是這裡 這一次呢他用的這個零件呢非常容易斷裂 像是這邊呢賴桑就斷掉了把它黏回去 再來呢就是左邊的這裡 這裡呢也斷掉了 然後賴桑也是把它黏回去 所以各位呢在把玩的時候呢一定要特別小心 就是這邊 這裡 還有呢就是這裡 這裡 這一塊的這個地方都斷掉了 然後呢賴桑呢是之後呢再把它黏回去 這樣子的話呢會有點影響到就是他的 可動就是他的可玩性 因為呢他如果這樣子就斷掉的話呢會變成很多姿勢呢會沒有辦法呈現 不過呢賴桑呢還是呢 就是一邊黏回去的時候呢一邊呢趕快呢就是把開箱影片呢 準備好 所以呢 呃變動的不大 但是呢由於呢他的很多 呃關節呢可能都 尤其是這種材質的 這種材質的零件呢大部分呢都是在 武器跟肩甲上面的裝 的著裝 還有呢就是肩膀這裡 呃後背包這裡也是一樣 這個零件也是一樣 這零件也是一樣 就是有可能呢會比較脆弱一點 所以呢賴桑呢這一次呢並沒有 擺出呢太多 托爾吉斯3的一些姿勢 反而呢是用了幾個比較經典的像是把 呃武器呢舉起來啊等等的一些 來做動作而已 不過呢光是這樣完成的托爾吉斯3呢就已經相當帥氣了 那再來呢賴桑還有做一點 比較不一樣就是呢 原本這邊呢他是有分磨線的 那賴桑呢把他呢 用砂紙呢把他磨平了 就把他這邊的分磨線磨掉 好所以呢各位呢要做的話呢也是可以 就是肩膀這邊的分磨線呢賴桑呢要把他磨掉 好各位呢也可以嘗試看看 好那再來呢就是這一次呢賴桑使用的是 呃灰色的墨線液 就是這個的墨線呢賴桑呢是用灰色的 那用灰色的 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為呢 呃有一個說法是黑色的墨線呢會讓白色零件看起來太立體 那用灰色的 墨線呢看起來呢可以減緩這樣子的視覺的效果 所以這一次呢賴桑就使用了灰色的墨線液 那這就是呢完成的樣子 不過呢頭這邊呢頭上的這邊呢賴桑還是用黑色的 好 頭部墨線呢賴桑還是用黑色的 那另外呢這一次呢也上了很多墨線的地方就是他的這個電熱邊的這邊 這邊呢賴桑呢也有上了一些 墨線 為了就是讓他呢能夠看起來呢 細節呢更加的明顯 好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很多的關節啊 等等的地方呢都跟 托爾吉斯1還有托爾吉斯2呢一模一樣 好 那這個呢就是賴桑的完成之後的樣子 好 那後面呢一樣呢會有很多呢 照片呢來給各位看一下托爾吉斯3的一些細節 還有就是賴桑的所擺出的一些知識 那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一定也要特別小心這幾個地方呢 是非常容易斷掉的 那斷掉之後呢一定要小心的把它黏回去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RG版本的托爾吉斯3的完成開箱的影片 好那喜歡我們的話呢別忘了訂閱 LGH的YouTube頻道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別忘了到LINE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按讚 那我們今天RG版本的托爾吉斯3的完成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好那我們的開箱影片呢就下次見 各位LGH的朋友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XD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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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